《偷偷藏不住》 他哥哥的朋友 然后呢 他们很久没见了 然后又相遇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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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烦啊你们俩 我这个时候只想说一句 我的小鬼 我来照 张言 啊 啊 啊 那我先提问佳许哥 我提问哲远 然后 呃 佳许哥非常不懂女孩子的心 当然了 我刚刚还在看 你的反应很久哎 没有是这个网卡了 你这个反应超久 真的当然 这个是非常当然的我刚刚还在看 看那个今天新更新的 新更新的这一集 这个桑智在机场这个 这个段阿许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段阿许会慢慢的越来越懂 他们说 他们说今天我在机场的这个造型 像那个双开门冰箱 哈哈哈哈 我哭成那样 说我像双开门冰箱 这个事儿得怪我 这本来是一个桑智那么伤心的一个情况 结果我把那个外套一批就感觉 好好笑 哈哈哈哈 我问我们的桑智 段嘉许是全世界最帅的男生吗 当然了 你这个当然很不诚恳 当然了 但他没有犹豫 但是他没有犹豫 对没错 他这个当然还翻了白眼 当然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继续继续 算你没有犹豫 我妹是不是比我早 当然不是 垮掉 画面清楚了 算了 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 不用回答了 我自己扣一分好吧 我自己扣 我来我自己扣 -1 我自己扣一分 我认出这个你跟你妹比起来真的 这个不是差了一点半点 你傻一点 你傻一点 你那个什么 在头上爆扣 头上爆扣 这种话都不说得出来 你好意思问这种问题 都不说出来 好意思说这种问题 啊 马哥你知道他每天都感觉 他说话都在黄土高坡上面 因为说话都是这样说 哎 你这么大 因为你每次都会说 你每次都会 你每次都会 你每次对我的体育价都是 你每次对我评价 他每天 他每天在我耳边的 这个声音有多大 真的啊 哎呀谁也不要抢谁了 你心里也很大 大家好 现在大家都看到的是 桑志和桑岩 你要拍吗 我 好 收 那么接下来 呃 还有一个桑志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在说 桑志是 大型双标现场 嗯 比如呢 比如 呃 你会叫段嘉许哥哥 但是你会叫桑岩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男人男人都这么敏感的吗 哈哈 有什么区别啊 到底 我哥 我哥 我 你会不开心吗 如果我叫你哥 你会不开心吗 那不就少了一个字吗 一样的嘛 我是不开心啊 你好敏感啊 哎 喂 你有做哎 这么危险吗 天哪 你就是喜欢找事 谁喜欢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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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喜欢找事了 叫哥哥是带有礼貌性的 哥哥你好 哥哥 你懂了吗 哥哥是带有亲密感的 哥 哥 所以我说嘛 就少了一个字嘛 嗯 无所谓了 但更亲密啊 但是更亲密啊 您再更开心才对 对吧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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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有道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丧志的问题 大家都说丧志是 有什么问题啊 丧志好多问题 大家都说丧志是新的互联网女儿 你怎么看 其实丧志也是我的互联网女儿 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说谁不想要成为丧志 就我觉得她太太好了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 有一个爱她的哥哥 然后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不用担心这个人 就是因为你不是谈恋爱 会担心对方人品不好 或者怎么样 要慢慢的相处才可以 但是你喜欢的那个人 就是你非常了解 然后呢他也跟你双向奔赴 然后你有最好的亲情 有最好的爱情 所以我在想说 谁不想要成为丧志呢 就是其实就是 当我在看到这个剧本 就是所有的时候 我第一 第一反应就是 好想成为这个女孩 就是她所有 除了就是暗恋的时候 她会有一点小小的酸涩 但后来都是误会解开 之后然后奔向爱情的那种喜悦 对我觉得就是很满足 就是所有女孩都会向往的一种爱情 所以当时在看到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丧志也 其实也是我的互联网女儿 对 好 嗯 你觉得段嘉宇是大暖男吗 大暖男吗 大暖男吗 当然 就是段亚许 我一直说段亚许比我 我感觉段亚许比我成熟的点 就是她她会去主动的去关心 去照顾周围人的感受 那像我呢 就是我我就一般吧 比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段亚许可能因为她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包括可能就是她成长起来 嗯 因为小时候的事儿 所以她很多行为在她小时候都会被周围的人放大 所以她 但是她又 嗯 很坚强 她就 她没有沉浸在那个痛苦里面 反而会去主动的去照顾周围的人的情绪 或者说去调节气氛什么的 这个是暖男 我觉得是很暖的 你很好 但你对所有人都很好 对 就印证了这个词 包括那句什么 中央空调 嗯 对 因为女孩子就是 因为女孩子 科普啊 就是存科普的 因为女孩子在谈恋爱 包括不是也不是谈恋爱 就是她对我喜欢的男生的时候 她希望自己是特别的那一个 唯一的 对 她希望自己是特别的是唯一的 然后呢 对 大家发现你要是对所有人都很好的话 那你就只能被归 归类到中央空调里面 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呢 就是对所有人都很好 那也不是只是想 因为我好 所以才想对我好 而是因为对所有人都好 就会让女生就是非常的失落 就在以前小时候都会有过这样的感觉 嗯 那她可能跟就是平时就是大概常规上的那种中央空调有 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她还算是挺有那种边界感的 就是她都是她的对对对别人好还带着一点点 礼貌啊 包括这个嗯 礼貌的微微的疏离啊 哼 但是对桑志肯定是最最特别的那个 是啊 但是因为从小跟段嘉许就有这样的关系 因为经常跟我哥在家 然后从小对我这样的关系 所以到后期你真的在想对我好的时候 我就真的会觉得 因为你本来一直都对我很好 所以为什么到后面一点的时候 桑志一直就get不到 就是说你对我是有别的情感吗 她一直就get不到 嗯 因为从小你都对她很好 对她已经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特殊的那个女孩了 所以她一直就对你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小时候的那种好可能比较多的就是想要好好学习 或者说要想给你树立一个比较好的三观 对就比如说什么你受欺负了 你要回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告诉你哥哥你要怎么怎么样 但长大了之后的那种 那种好还是 是那种想 就不是那种什么 你怎么突然猥琐起来 哈哈哈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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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影片要看